原标题 盲城台年度汉字国台办代表岛内民众真实感受 中新网12月13日消息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安风山今日指出 盲次成为新的台湾年度汉字代表了岛内民众这一年来的真实感受 以及对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未来发展的一种真实感受 国台办今日举行例行发布会 会上有记者问 近日台湾2017年度汉字票选结果出炉 盲次成为新的年度汉字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 安风山对此回应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评选结果 就像岛内的评论所言 这个结果也代表了岛内民众这一年来的一个真实感受 以及对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未来发展的一种真实感受 安风山表示 中国有句老话 人在做天在看 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台湾当局和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究竟给台湾社会和民众带来的是摇摇的影响和后果 相信台湾民众自有其感受和判断 责任编辑 或羽羊